如果你正在找可以信任和免费的VPN 推荐你用Proton VPN 上半部会介绍为何值得大家选用 下半部会详细讲解功能设定 我是亨利 这是我拍档尼可 欢迎来到尼可亨利频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尼可亨利频道 今天和大家详细讲下Proton VPN Proton的总部设计在瑞士 一个高度保护个人私隐的国家 VPN是Open Source 已经通过了SES CONSULT 独立审核 和没有日志记录 而且还可以免费用 用了VPN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防止不同地方的监控 网上购物的时候避免被黑客盗取信用卡资料 可以防止恶意广告和钓鱼网站 能够隐藏IP真实的位置 如果你喜欢看不同国家的影片 Proton可以解除看Netflix BBC Amazon 或者其他影片的地区限制 而且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订机票和酒店去旅行 当我们去Coffee Shop或者酒店 用公共WiFi的时候 可以防止第三者收集资料 Proton VPN兼用Windows、Mac、Android、OS、Linux和Router 可以连接设备的数量 视乎简算什么Pan 最少一个或者最高10个 功能方面要视乎简算什么Pan Secure Core能够防止网浪攻击 NetShield可以拦截广告 而且防止网站跟踪你 DNS Protect可以避免第三方知道我们看了什么 还有去过哪些网站 有时候我们正在上网 但VPN可能断开了连接而不知道 这情况是很危险的 Qswitch能够立即停止Internet的流量 令到我们的真实IP不会暴露 而且它有分离隧道 方便我们分开想哪些网要用VPN加密数据 哪些网可以不用加密 如果用了觉得不适合 Proton还有30日退款保证 现在我们先去ProtonVPN官网做注册 大家也可以在资讯栏找到Proton官网网站的连结 这里我们Kick Sign up进入注册页面 在这一页会看到不同计划的价钱 我们在这里选左手边的免费计划 输入所有资料 Proton会在之后传验证码给我们 所以要填一个Active的email 检查email如果没问题Kick Send 输入在email收到的验证码之后Kick Verify 这里要少少时间创建一个account 好了已经完成 首先会见到有不同platform可以选择来用 好像Android、iOS、Windows、Mac、Linux、ComBook和Android TV 选择一个适合的Kick一下download 今次我是安装在电脑 所以会选Windows 然后会跳去一个download页面 Kick一下绿色download按钮 ProtonVPN应用程式档案就会出现 下载完成后Kick一下执行安装 KickLex直至到install执行安装 一般情况会在一分钟内完成 这边输入之前登记的email和password之后login 成功登记之后会出现一个欢迎页面 Kick Take a tour会有一个简单介绍 Kick Skip可以略过 面板左手边最顶显示用中的免费版本 如果用了觉得好用可以upgrade 不同的pen可以连接更多设备 还有有多些功能 版本下面黑色方格内显示现时的IP 有一个快速连接的按钮 下面可以选择不同国家连线 还有有三个快速功能按钮 第一个是secure core 第二个是LED seal 第三个是Q switch 头两个是付费版的功能 Basic pen可以用LED seal Plus pen全部可以用 Free pen可以用Q switch Q switch有三个设定选项 最上面是停用 中间是使用 最下面是持续使用 建议选持续使用 可以有最好的保护 下面有不同国家的server可以选 免费版本可以选美国荷兰和日本 美国可以支援P2P和Tor 荷兰只有P2P 日本只有基本VPN 一般来说已经够用了 另一页是自定连接 可以设定常用的国家server 如果有特别需要可以设定Protocol Smart是自动选用 下面可以选国家和server 想要速度快可以选Faster 如果要自动就选Wandom 其余付费用的Secure Core Tor和免费用的P2P设定都是一样 再来卡一下左上角三件 进去选第四行设定 第一页设定有五个选项 第一行语言设定 因为没有中文所以维持英文 第二行启动后最小化 第三行启动Windows同步启动 建议大家开了它 第四行显示通知 预设已经是开了 第五行使用测试版 不建议大家用 通常会不稳定 中间那页是连接设定 跟刚才说的字定连接差不多 最后一页是进阶设定 基本上不需要改变 唯一是最低的行分离隧道可能会用到 有些公司网站会偵测到用VPN 而不给用它们的服务 就可以在这里设定一个app不用 好了所有设定都说过了 现在试下连接VPN 这里选日本 KickConnect 连线 连线 已经连线成功 左手边黑色格里面 会显示连接日本和IP 旁边显示负载95% 越低越少人用会快些 下面显示用OpenVPN TCP协议 旁边显示上下载速度 OK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大家可以试下用不同国家的伺服 试下哪个速度快些 之后留言给我让我知道 希望这条片帮到大家 未来会讲解其他不同的VPN 不想错过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